哇 我的前面已经有人在骑那个空中飞马了耶 其实这有一点游园车的概念 它怎么把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有恐龙又有枪 这好酷 我可以整个人坐进去 恐龙的嘴巴里面了 我喜欢这个概念 第一次看到 小朋友来这里只能玩拍 然后另外一面这里是 重庆闯的气垫乐园 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好多哦 出发出发 够够 而且这不用另外付钱真的也不错啦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啪啪的 它有一点逼真 嗨 我是Haven 因为暑假的关系现在全台各地都有新景点 今天我就是要来开箱位于商画分圆的 古生物奇幻乐园 据说它是全台第一座 以白恶技历险技为主题的乐园 你看光是门口就有这么多会动的恐龙 里面的恐龙也是超级多 那我们就先去买票了 好期待继续开箱 门口这里一区跟下面其实还有两区 全部都是停车场 可是全部都是停满的状态 现在排队的人潮大概是这里到下面 终于买到票了 今天我大概是排了20分钟 然后今天是市营运的最后一天 所以它原价是480 有半价的优惠 除了门票以外 还会拿到两个金币 这个可以到里面的餐厅去兑换代币 代币可以用在里面的某一些游乐设施 我们先一起进去开箱 就知道可以用在哪里 一入研究的超大多大象耶 而且它会发出收音这样 哦 这样子 真的让你有生利其境的感觉耶 然后它刚刚有给我这个地图 我刚刚算了一下 里面应该是有12区 感觉蛮大的 它有集张的活动 全部集满就可以兑换小礼物 走吧 我先进去 那个是真的残吧 龙马象的蝴蝶结是一只残耶 哇 我的前面已经有人在骑那个空中飞马了耶 我看大人也可以坐 我也要去坐 我感觉太好玩了 先去排队好了 等待大概40分钟 有1点9 终于要晃我了 我要骑马 好 我的是红色骏马 狗狗 嘿嘿 好可爱喔 看下面的人都还在排队 所以大家预留的时间真的要长一点 因为这样一个游戏如果要留个40分钟的话 这手真的要扶好 因为它会有一点左右晃动 它蛮高的耶 嗨 嗨 哇 遇到好多认识我的朋友喔 大家的好热情 好开心 其实有一点游园车的概念 目前我觉得这个园区看起来很不错耶 虽然等待时间有一点久 这没办法耶 因为现在暑假 然后再加上它是营运半价 人一定会比较多 哇 莉莉还有火草耶 这只让园区一圈 然后你可以在座边看一下等一下要玩什么 接下来这里是古香木探险区 我们去探险 它嘴巴好大 它会一直这样耶 食人花 快点 快点 我们去玩 你好 这里有大蜈蜈蜈蜈蜈蚣 诶 要有蜈蚣长这样喔 诶 要有蜈蚣长这样喔 诶 要有蜈蚣长这样喔 不定是这么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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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蜈蜈蜈蜃 这里有蜈蜈蚣 诶 你们两个不要为我们打架 哇 那个弟弟的手被蛇咬到了 但是还是尽量不要摸啦 我们在旁边看跟拍照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 我还是有一点啪啪 它有一点逼真 这里好好玩喔 还可以认识很多动物 键池虎 它的脸长得有点可爱好笑 它也有张 艾尔兰迷路 有有有有有有 我找到了 还有这里这里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看看有什么 这里还有地中海风情的造型 奇幻博士龙 你很符合今年的多巴胺风格 我要跟你拍照 我喜欢你 我好像找到最后一个章了 对 霸王龙 耶 等一下可以去换礼物 这也是恐龙狩猎区 我想要找一下我们入口在哪里 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这个是个很好玩的快点 好 谢谢 现在我们准备进入恐龙射击区 这里超酷的 它怎么把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有恐龙又有枪 万龙 它们身上有白色的点点 如果射到的话它就会动 有了有了 有了我射到了 它打开了 很可爱耶 我们再去找其他的恐龙 狩猎 我要射了喔 我来对付大王龙 它好像在休息 在恐龙狩猎区的旁边还有一个游乐设施 它叫恐龙快车 不过今天好像在维修不能玩 可惜了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还有什么 我现在往二楼走 那里应该就是餐厅 然后旁边这里有滑草 现在这里就是餐厅 等一下可以拿这个金币去换代币 像后面这个就可以投代币 这好酷 我可以整个人坐 因为恐龙的嘴巴里面 我喜欢这个概念 第一次看到 看起来我应该是不能坐 好可惜 他来换代币 把金币投进去 一个金币可以换十个代币 这一区就有点像是室内的游乐园 会有一些小游戏 要用到代币 这里还可以玩水耶 小朋友来这里真的会玩嗨 你看我们在玩水枪 然后另外一面这里是 重庆床的气垫乐园 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好多 然后另外一边有很像糖母熊的地方 我们走过去看看 后面这里是商品馆 我要来换小礼物 这里的玩具看起来都很棒 我也好想要耶 小礼物是这个剪刀石头布的斑蛋 我跟大家比赛有剪刀石头布 你们是赢还是输 现在来看一下地图 刚刚就是从这里进来 玩了丛林骑士 普通物探险区 恐龙狩猎区 之后我就来到这一区 现在在这里 原来上面还有溜索碰碰车卡丁车 很多耶 我们再往上走 餐厅再往上走 哇塞 这里又是全新的一区耶 好多游乐设施哦 现在排超长这里 好像是卡丁车 我等一下也想要去玩 然后旁边那里有个小小的沙坑 左边这里应该算是攀爬网吗 赶快我们先来排队 我现在上我的卡丁车了 等一下准备出发 这个卡丁车是不用带币的 出发出发 Go Go 而且赛车道这个上面有树荫 其实还蛮凉爽的 这个一次可以跑两圈 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这不用另外付钱 真的也不错了啦 但是我刚刚排了大概有三四十分钟 所以大家要多预留一点时间 给大家看我的开车视角 其实脚有一点挤 如果比我再高一点的大人来 可能脚这里就会没有地方放 会有点难踩啦 毕竟这就是设计给小朋友玩的 玩完刚刚的卡丁车 我们回来亲子餐厅这里 让大家看一下这里菜单有什么好 这边就是卖一些惠饭意大利面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手丝陶木薰鸡 价格差不多就是280-330 但这个鸡稍微贵一点是690 玩完整个园区大概是3.5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然后寿司也真的都是偏向小朋友 所以其实看到每个小朋友 都玩得很开心 不过之后已经不是市营运的话 票价就是480 可能就会有一点小贵 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提供给 各位宝宝妈妈们参考 看自己觉得 适不适合带小朋友们来玩 可是我觉得这样放电的话 应该很够让他们玩一整天的 回家应该会很好睡觉 好啦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看完记得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也要追踪我的IG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